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除开狂风和人力的原因之外 一般来说树是不能够移动的 它在哪里生根发芽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多久都不会离开 树目的自然变化只是衰老或者是变得越来越粗 并不会发生中心位置的移动 所以树目并不会走路 而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会行走的树是不可能存在的 虽说树目花草都喜欢阳光 但它们不会违背自然规律 而且植物是不具人的思维能力的 它们并不会有意识的走路 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